除了媽媽曾經跟你說要有頭有尾 那是什麼?你現在結束了?離開這間公司 為什麼會這樣?為什麼? 為什麼要在這個時間 close? 並不是這個意思 很敏感 我突然聽到不是這個意思 為什麼要關上它? 可以透露一點 就是我有勇氣去簽現在這兩間公司 場面公司和經理人公司 我有勇氣去做你守舊媽媽 是因為一個人 但是這個人已經不在我的生命裡面 我中間 甚至乎我開曲奇生意 的最後選擇 都是因為這個人 我覺得 我Joyce這張碟 裡面的所有歌 是記錄著我在過去這兩年 認識了這個人 到到失去這個人 到到 學會怎樣去習慣沒有這個人 記錄了 在這張碟裡面 但是只差一首歌 只差一首去 wrap up這件事 好像開了個很漂亮的頭 有一個很有肉的餡 的內容 但是沒有一個round up 沒有一個結尾 沒有一個很漂亮的句號 所以我想 我想了 越來越深入 聽得到這個人對你的重要性 好像欠一首歌 去wrap up 或者是否下一個定論 跟陳永謙交談的時候 你有沒有給一個形容詞 這一個人 或者這段關係 是覺得可惜 無奈 還是感恩的 他曾經在我生命中出現過 感恩 是感恩的 但是 不能挽救嗎 都無奈 都無奈 我相信 大家 如果留意歌詞 我們就會明白 為什麼中間會有這麼多無奈 嗯 那 就已經 蓋上了一頁 也意味了 要開另一頁 是 但未開另一頁之前 其實這個故事還沒說完 一跳就跳到 wrap up 因為中間還有懶人包 對 其實我也很想 女神之後的歌 跟女神一點關係都沒有 因為 我覺得 會很沉 因為我自己也很怕 會不會很冷靜 因為我絕對不是這種意思 所以 我也很坦白可以跟大家說 那就是懶人包這首歌 怎麼來呢 就是因為我 快要30歲了 但我還單身 對 哈哈哈哈 其實懶人包是30歲 這個階段 是一個 我也有約會的 但是 發現 原來人越大 就越難找到 一個真心喜歡的人 因為 或者令你心動的人 對 有很多因素 自己 工作越來越忙 就變得 拍拖的時間越來越少 所以 我真的要 很喜歡這個人 我才會 好吧 我們約會 我們付出時間 我才退我 那些時間 馬來西亞 我早一日飛回來 這樣 試一下約會 是這種 你剛剛 可能是first date 之後 的那種感覺 真的 click的時候 你會覺得 唉 如果可以skip 那些 剛剛認識的 那些東西 然後一來就可以 好 我們是一趟 你真的很辣 這樣就好了 但也有一個說法 當初 大家在摸索 在flirt 是最棒的 就是 如果你跳過的步驟 其實少了很多美麗 沒有時間 你說我 沒有時間 我 我要開場 沒有時間 所以馬上給你一個懶人包 真的懶得這樣 但那種過程也是美麗 是好吃的 對 所以這個懶人包的意思 就是 某一個階段的你 就是開操前的你 如果真的有一個人 撞過來 不要做那麼多事 或者有些人 通常都是 結了婚 可能都行禮 但是 劉光說你好像沒有跟我求過分 都反過來做 可能是這樣 現在呢 欣兒很趕時間 所以就有 溝通太煩 變化簡 仙體懶人包一眼